總統和立委 多重要 我給大家簡單記得說明 過去阿彬做總統的時候 立法委員民進黨沒有過半 所以美國 本來要買台灣買潛水艇 要買我們很好進步的武器 以前變成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國民黨的立委 多數 都不通過 我們想問到底是怎麼不通過 他就怕我們台灣的國風 如果比較好的 大陸怕我們無法理這樣 你說這樣算一算 這種國會議員 是你愛台灣 在害台灣 在害台灣才不是 媽媽要求做總統 潛水我們的潛艦 要國造還是國造 一圈圈八年 一樣也不需要買武器 而且做兵也開始不用做 爭兵變募兵 一年變四季 還有開放大陸要來就來 什麼通勤的人都一直來 後來的老叔 有啦有三個 整個路都全台獨 人 當然是兩岸交流好 事情 大家都幫我做生意 讓最了解 但是裡面也 借很多要來通勤台灣 所以像媽英雄這種總統 他的目標是要將台灣交給大陸 他終極統一 是他老爸的臨位放的日子 所以這種總統 他如果這個目標 他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所以對台灣是很危險的事情 過去我們沒有感覺危險 最近中國 他的戰機 在那來台灣 背來背去 要來就來 要去當就當 他的軍工 來到十二 共買來到十二 港 所以對現在才覺得說 台灣有危險 中國會把我們判 結果我們台灣來報 也有一部分的人怎麼說呢 說我們就不要工業啦 不要這樣糟糕人家工啦 他就跟我們好了 不會跟我們打 各位這樣對 台灣 對中國的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台灣對中國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有民主 我們可以選議 可以選議員 鄉長 頂長 選管長 立法委員 連總統都可以選 是因為我們有自由 我們有感倫自由 有做社團的自由 因為大陸人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 他怕中國的大陸人反對 作反 他說為什麼台灣人可以 台灣人不行 所以我們主要台灣有民主自由 人民的一天 這就是對中國最大的威脅 你看他敢不放我們選 他不放我們選 所以我們台灣一定要保護自己啦 所以我說這次總統選議 有個好選人說 我們再說九二共識啦 一宗各表啦 說贏得會尊重 這個賴清德就不會尊重 我說九二共識是假 怎麼說一宗各表 一宗各表 一個中國 可以當作共識啊 不可能一個中國會共識嘛 因為我們說我們不是中國的 中國說你是我的 那是要怎麼共識 那就是沒有共識 我一宗各表 其實不是一宗各表啦 應該二宗各表 大家還在我接受你 二宗各表就是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你是共産國家 我們台灣說名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主共和國 這是兩個中國嘛 這樣才會通 所以說 沒有九二共識的事情 有人說 通一獨立 我們就不要說獨立就好了啦 我們不要說獨立 別說獨立 別說獨立 台灣目前 我們自己在扣水 選總統 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有我們的法律 我們做兵是在台灣做兵 所以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不是說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呢 通獨這是假議題 只有什麼 那就是併吞侵略 所以中國 如果打台灣 說的就是 說的就是要跟我們通運 要通運什麼 我們不是他一部分 這就是要做侵略 這就是要做併吞 像俄羅斯 你打烏克蘭一樣